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罪犯彭德勇从小被父母遗弃 后被养父收养至六岁 后因养父死去 被一个名为大虾的人骗去卖花 爬窃为他赚钱 后因在广东被抓曾被收容过 后来到陈州十九年了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这是一名罪犯亲笔书写的绅士自传 单看自传 是不是觉得他的绅士很可怜 其实您错了 这是他编的 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杀人嫌犯 四川旺苍警方追他追了二十年 这是四川省旺苍县的一位老人 今年八十多岁了 近二十年来 他对儿子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儿子死得有些不清不楚 老人的儿子名叫潘刚 出生于1975年 二十年前的1999年 潘刚二十四岁 还没有结婚 1999年六月一日 常立放假 晚上潘刚和几个朋友一起外出 结果到了半夜 朋友打电话过来 说潘刚被人刺伤 生命垂危 在医院抢救 他说话了吗 我说话 人都没 当时的人都没跟着在抢救时 讲究了两天两夜 潘刚没有再醒来 后经法医鉴定 潘刚身上被人刺杀了29刀 因多葬器传统伤 外伤失血过多等 附和原因导致死亡的 潘刚死亡后 望苍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据警方调查 潘刚是在这座桥上被人刺伤 后送往医院抢救 不治身亡的 据目击者介绍 行凶者是三个男青年 事发后一个多月 其中一个男青年被抓获 太老大 作为朋友帮他 要把我们死帮了他 王平供述 当晚和他一起行凶杀人的 除了他 还有狗家忠和索小江 他们之所以要刺杀潘刚 是索小江说 他当晚在歌厅被人打了 打人者就是潘刚和他的几个朋友 王平介绍他 狗家忠平时和索小江玩得比较好 索小江希望他们出面帮他出气 三个人就找了两把菜刀和一把水果刀 上街寻找打人的潘刚等人 结果在这座桥上遇到了 然后拉了凶器 然后沿着街桥路 再追赶这个潘刚和那个 马行的情人一伙人 边追边看死 其他来他们前面被追赶的人 就死散就逃跑了 潘刚个子比较瘦小 动作也不快 拉在了最后 结果被王平他们追上了 王平他们三人对潘刚就是一顿乱砍 潘刚很快就倒在了雪坡中 三人见状赶紧逃离了现场 然后他老外去的死去的早 一个人再打 潘刚是家里的老妖 性情温顺 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惹事的孩子 老母亲不相信 儿子会在歌厅里先动手打过索小江 而当晚与潘刚一起的朋友 也向警方陈述 他们并没有在歌厅里面发生冲突 与索小江也不认识 王平坚持他们的说法 他们刺杀潘刚是替索小江出气 一段时间后 另一名凶手狗家中也落网了 他和王平一样 也说是因为索小江被打了 他们才出面的 至于索小江是不是真的在歌厅里被打 还是与潘刚另有过节 他们都不太清楚 能说清楚真相的只有索小江 那他在哪呢 放开的 放开的 不想通气没有了 早知道 没有 你们把门打完之后 没有带去 伤了一下 有啥伤了呢 因为当时没想到对方也是 王平说事发当晚 他和索小江狗家中三人 在旺苍待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他们听说被刺者伤是很重 知道大事不好 三人就分别逃离了旺苍 两同伙被判处死刑 索小江藏医盗窃被拘留过 人像比对 大数据 DNA等新技术 全部失效 觉得还用请问一下什么 二十年前的卷宗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索小江可能是凶案的发起人 杀人的真相也只有他知道 无论是维护法律的威严 还是查清案件的事实 他都应该被击捕归案 那他在哪呢 让旺苍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答案 直到二十年后的 2019年春天才揭晓 黄永仙是旺苍县公安局 情报大队的大队长 二十年前的1999年 还只是刑警队的一名普通侦察员 那年六月他接到通报 他辖区里有一名叫索小江的小伙子 涉嫌故意杀人 要求缉拿 索小江当年19岁 是旺苍县人 母亲早亡 父亲再婚 和继母关系不太融洽 索小江从小就不爱读书 四处闲逛 站上了不少坏习惯 案前不久 就曾因盗窃被处理过 有个前科 涉嫌盗窃 通过摩托彩点 从当年的卷宗上可以看到 索小江因盗窃被拘留 是1999年5月10日 被关了14天 1999年5月24日才放出来 出来才一个星期 就因涉嫌杀人被通缉 侦察员黄永仙第一时间 和同事一起去了索小江的家 家人反映 索小江一直在县城租房子 案发前几天回来过 此后没再回家 也没和家人联系 不知所终 20年前 警方的追逃手段还很原始 主要从嫌疑人的 亲戚朋友身上挖掘线索 可索小江外逃后 没再和家人朋友联系 旺苍警方的抓捕失去了方向 开展得很艰难 由于索小江迟迟未能到岸 旺苍警方只能先将王平和狗家中两人移交起诉 经审判 法院认定王平等两人受索小江邀约 为报复 迟到将被害人攀纲连续砍刺29刀 造成死亡的严重后果 构成故意杀人罪 两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因为已经是一条命 我们也感觉到当时 说老鼠 心里面也很惭愧 两个同伙复发了 索小江仍然逍遥法外 案件真相未明 被害人家属还在苦苦等待 追捕不能停止 旺苍警方多次派人前往全国各地追捕 可都无功而返 索小江成了旺苍警方心头的痛 因为我觉得 我没把几个人亲手抓 抓回彼岸 觉得还有强了一点什么 还不算我们尽善尽味 不完整也无奈 侦察员知道只能等待 随着时光流逝 原来的侦察员陆续被调离 可他们的目光 从未从索小江身上挪开过 侦察员黄永仙在案后 第三年调离了刑警队 先是去了当地一家派出所 后来又到了禁毒大队 时光一晃过去了12年 2011年年底 公安部开展亲网行动 在全国开展网上追讨 黄永仙又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了索小江身上 那是全局就是开展那个全境追讨 然后在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针对索小江的情况 然后我就主动请去 要求去对索小江进行抓捕 通过摸牌 黄永仙听人说索小江可能挑白了身份 整了容跑到了新疆 为此他和侦察员曾先后两次前往新疆 可从南疆跑到北疆往返多次 几经努力 没有发现 十多年了 索小江从来没和家人朋友有过任何联系 警方也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行踪 是生是死 无人知晓 被害人家属苦苦等待了十多年 他们也知道警方一直在努力 慢慢地开始理解 时间可以让人忘记很多东西 可对旺苍警方来说 凶手索小江是不能忘记的 因为这关乎法律的尊严和正义 正是这份坚持案件在2019年春天迎来了转机 转机是因为一枚指纹 2017年黄永仙被任命为旺苍县公安局情报大队大队长 他手下大多是有冲进的年轻侦察员 再加上近些年 我国的刑事侦察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让黄永仙觉得抓捕锁小江的时机到来了 采取了一个人像比对 将他当年留下了一个照片 在全国人口库里面去比对 看看会不会有没有把身份漂比这种现象 侦察员将锁小江的相片输入到了全国户籍系统 结果没能比重 锁小江不可能不出外乘车 住宿 消费 或者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事吧 侦察员又将他的个人身份信息输入到了大数据系统 结果也没有发现 人像比对没有成功 个人身份信息没使用过的痕迹 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 一个活人怎么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 难道不在了 旺苍警方采集了他父亲的DNA 和全国DNA数据库里的众多无名尸体进行了比对 结果还是没有动静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难道人间蒸发了 时间来到了2019年春天 旺苍县公安局响应上级公安机关提出的 迎国庆破击案的指示 再次启动了对锁小江的追踪 在穷尽了一切新技术手段后 侦察员黄永仙等人 想到了20年前的一本老卷宗 因为他有一个盗窃的那个当时一个行政案件 锁小江出逃前曾一盗窃被旺苍警方拘留过 当时的卷宗里有他的笔录 笔录上有他按的手印 这是一枚左手实质的指纹 侦察员黄永仙他们将这枚指纹输入到了全国指纹库 结果笔中了一个人 指纹库的信息显示 彭德永是湖北省武学士人 2006年因涉嫌抢劫 他的指纹被湖南省春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提取过 通过联系 春州警方说 旺苍警方笔中的彭德永 因犯团伙抢劫罪 2006年被法庭判处了15年半有期徒刑 现在应该在湖南省衡阳市燕北监狱服刑 我们就和那个燕北监狱 郁政科取得联系 然后让他把那个潘道永的那个照片 因为在监狱里服刑要照相嘛 照片给我发了过来 你看两个人从整体看 你看他嘴唇 那个还有鼻子 眼睛 耳朵的形状是一样的 对 耳朵形状一样的 你看吧 指纹比对上了 相片的相似度也很高 侦察员认为 在衡阳燕北监狱服刑的彭德永 是锁小江的可能性很大 等待了近20年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这样侦察员黄永仙他们高兴不已 可兴奋没多久失望就来了 但是他们的余政科和那个监狱就说管理部门去联系后就说结果一查询了这个人呢已经释放了 监狱方面传来的消息 彭德永虽然是2006年因抢劫罪被判入狱15年半 可由于表现良好 获得多次减刑 已于2018年元月份被释放 彭德永的身份信息是虚构的 在监狱里面被人定为三个人 于有妻子的手机上留有一个号码 我是用了一个广东江南的电话给打过的 所小江在湖南郑州被抓 当初歌厅被打是不是真相 因为他听到这个事他觉得没面子 20年前的卷宗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要是正常人刑满释放 有住址有家人很容易找到 可彭德永不同 他可能是一名逃亡了20年的犯罪嫌疑人 身份可能是虚构的 这一放那就如同泥牛入海 这个彭德永在监狱里面被认定为三无人员 三无人员就是什么 就是坐牢的这十几年 没人看 没打过一个电话 没有人给他充钱或者寄东西 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见过的那份身世自白 这是彭德永当初被雁北监狱收监时写的 自白里彭德永将自己描写成了一位身世可怜 无依无靠的契儿 没有给监狱提供任何的身份证明 只是自述是湖北省武学士人 整个那个湖北武学 武学有三个叫彭德永的这个人 长相 年龄也就不像 侦察员对武学士的三位名叫彭德永的人进行了逐一排查 结果发现他们都不可能是在燕北监狱服刑的那个彭德永 曾在燕北监狱服刑的彭德永 向司法机关申报的个人信息应该全都是假的 身份是虚假的 那出监狱后彭德永去了哪呢 网仓警方认为有必要前往监狱查找更多的线索 2019年3月初 持续追踪索小江20年的黄永先带队 一行三人到达了湖南衡阳的燕北监狱 这个彭德永平时啊 嗯 少言寡语 基本上不和人交流 基本不和交流 嗯 唯一和那个彭德永关系比较好的 就是他一个同奸式的一个狱友 侦察员打听到 彭德永与一名陈州籍育友关系很好 并且出狱前 那名育友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了 彭德永有可能会与他家人联系 侦察员连忙赶到了湖南陈州 找到了那名育友的家人 育友的家人表示 2018年6月份 确实有一位自称姓彭德人通过电话和他们联系过 可只是问候 没有留下具体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好不容易获得的线索又中断了 通过查询 侦察员得知 彭德永在2006年入狱前 2002年还因抢劫 被陈州市公安局劳动教养过一年半 也就是说 从2002年到2006年 这几年 他主要的活动范围都在陈州 出狱后 他仍回陈州生活的可能性大 陈州是湖南省最南部的一个地级市 毗邻广东 经济发达 人员流动大 为了查找线索 侦察员黄永仙等人 跑遍了陈州市公安局下下的20多个派出所 可一连十多天跑下来 没有什么发泄 在陈州无果 黄永仙他们只得再次回到了衡阳的燕北监狱 毕竟彭德永再次生活了12年 通过多方查证 一名湖南长沙籍的犯人提到 他的家人前段时间来探监时说 彭德永曾与他妻子联系过 侦察员黄永仙他们又连夜赶到了湖南长沙 找到了那名犯人的妻子 长沙籍犯人妻子的手机通话记录上显示 彭德永是用一个手机号与他联系的 和这个手机号已经停机了 不过他捆绑了一个微信号 微信号的备注名正是彭德永 通过技术手段 侦察员黄永仙他们很快就锁定 彭德永现在租住在陈州市的一间民房里 通过蹲守彭德永被发现 2019年3月20日 侦察员黄永仙他们在湖南陈州 将彭德永抓获了 通过突审彭德永承认 自己就是逃亡20年的锁小江 那么这些年他是怎么逃亡的 为何能够隐藏得这么深呢 同伙说当年行凶 是因为他在歌厅被打 替他出面导致的 这是不是真相呢 所有疑问都到了解开的时候 锁小江供述 案发后第二天 他就坐火车逃到了广东 因为怕暴露身份 他就找人做了一张 名为彭德永的假身份证 并将家庭地址 假冒为湖北省武学市 这些年他都是冒称彭德永在生活 在广东待了近两年 也没赚到什么钱 2001年底 他和朋友一起来到了湖南陈州 由于没什么本事无法生存 只能四处偷盗和抢劫 2002年 先是由于抢劫被劳动教养了一年半 放出来后不久 又和人合伙抢劫 于2006年被判刑15年半 使用的是假身份证 外逃的这些年不是坐牢 就是在作案 从来没有过正经的工作和家庭住址 也没机会与家人朋友联系 这也是为什么二十年来 往常警方花了这么大力气 四处追捕 始终无法找到他的原因 那当年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缩小江说 缩小江说 缩小江 缩小江 在南法的前一天 缩小江在街上就遇到了一个姓妈的一个情验 一个情验人 她和她女朋友在一路 当时缩小江就说了一句 这个妈性情验女朋友 是个小姐 然后在第二天 他们在歌厅里面遇见了 那这个妈性的情验 那就觉得 我说我女朋友是小姐 那她几个朋友就把缩小江缴出来 缴到车厕里面 缴越来越来越 虽然对行凶的事实供认不讳 可缩小江对同伙王平和狗家中两人的一些说法不认可 王平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一直讲 以后我就是你大哥了 他就以后你跟着我 问他那个意思 他走到那里听到这个事 他觉得没面子 好像觉得 他以前因为他讲过 他就有什么事 我找着你 在这个武庆这里 有人敢搞你 你找我 其实我没有想要找他 因为他听到这个事 他觉得没面子 缩小江否认 当年是他邀请王平和狗家中 替自己出面的 是王平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 强行出头的 而在行凶过程中 自己也不是主要凶手 我就站在那里 我看到我一声音发抖 那时候我比较怕那个时候 然后王平就讲了一句话 他大点就告诉他 声音已经好噩噩噩噩 然后他那个样子 我知道他已经很生气了 他看到我没动手 我没办法就跟手臂上砍了 就砍了个手臂 记者也曾就缩小江的这些说法 向他的同伙王平求证过 王平并没有直接否认 只是强调 一切以他原来向警方的供述为准 王平狗家中两人 原来在警方的供述基本一致 两人都说是缩小江 请求他们替他出气的 看人时 三个人是一起上的 他们并没有胁迫缩缩小江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 刘小江在这个江的不一定真实 因为王平和狗家中 当时是先后落望 而且在暗发过后 他们之间没了交集 他不可能存在传共这个可能性 他那个先后落望 先后的供述 都是供述非常清楚的 对主要事实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刘小江现在应该是 他对他自己别动就轻利动公所 那时候小不懂事 但你慢慢事实上陈述 你想一想 人家也是有父母的 那个父母又怎么想 那个说不定也是 到我们那个年代 说不定也是一个儿子 家里面就一个儿子 也不一定是不是 那个父母怎么办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李玉华教授 欢迎李教授 李教授 索小江自己也学一点法律 他说他犯的这个案子 在刑事诉讼追诉的这个时效 也就是20年 结果他在差三个月 满20年的时候 被抓捕归案了 真像他说的那样吗 如果真正过了20年 就不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吗 那么刑事追诉时效 如果说犯罪分子的这个行为 超过了这个追诉时效的期限 那么对这个行为 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已经追究的 会撤销案件 那么这个追诉时效的长短 我们是怎么确定呢 它是根据各个罪的 法定刑的轻重来确定的 那么我们的刑法规定呢 如果说他的法定最高刑 不满五年的 那么追诉时效呢 就是五年 那么法定的最高刑 在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 追诉时效期限呢 就是十年 法定刑在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呢 那么他的追诉时效 就是十五年 如果说法定最高刑 是无期或者是死刑的 那么这个追诉时效呢 就可以达到二十年 那如果说 有时候超过二十年 我们还认为 必须追诉的 这要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呢 核准 那么除了这样具体的 追诉时效 时间的规定之外呢 那么我们法律里头 还要规定了两种情形 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 也就是没有期限的规定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呢 还规定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或者是国家安全机关 已经立案侦查 或者是人民法院 已经受理进行审判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犯罪分子呢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那么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说在追诉时效期限之内 被害人控告了 但是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都没有追究 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该立案 没有立案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也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 索小江这个案件呢 在1999年案发以后呢 我们公安机关立案了 而且后来法院也审判了 他的那两个同伙呢 都被定罪量刑了 那说明我们的机关呢 我们的公安司法机关呢 已经追究了 对吧 也立案了 但是这个索小江呢 逃避侦查和审判 他该盗案没有盗案 所以他就属于这种 不受追诉时效 限制的第一种情形 而且 所以说他说20年呢 这个理解呢 是错误的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索小江已经被检查机关 批准逮捕 而苦苦等待了20年的被害人家属 得知最后一名凶手落网了 批捕了 也释怀了 他们希望法庭能够公正地审判 给死者和他们一个完整的交代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玉华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科频道 接下来为您多说的其他内容 再见